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似乎在我们救力过年之前 双方和俄罗斯都派出了代表 可是代表的层级都不够高 不止不是国务卿还是副国务卿 俄罗斯派出的也是副外长 双方在日内瓦会谈 但是普丁对大家来讲都不是省油的灯 他出兵克里米亚的时候 他出兵乌克兰东部的时候 都是快 横 准 所以欧盟本身在看待 美国的总统拜登的时刻 其实没有太高的乐观跟幻想 欧盟不愿意卷入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这件事情很明显 因为俄罗斯虽然对欧洲 是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可是对欧盟来说 他们现在的选项并不是战争 更不是卷入和乌克兰的战争 把乌克兰纳入北约组织 对欧盟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好处 他们需要的是当地变成一个 所谓的安全的缓冲地带 因为乌克兰正是欧洲 尤其是德国所需要的天然气 他的路径之地 尤其是现在已经完工的北溪二号 北溪二号在美国的众议院 甚至被美国曾经是查党的 主要的领导者 共和党里头非常激进的领导者 Tag Cruz提出来 用美国的国会要求制裁北溪二号 但国会没有通过 也就是说美国可以认为 他可以管到以德国主要的工程为主的 和俄罗斯共同完成的北溪二号 所以从欧洲 尤其是德国的利益来讲 他们并不希望乌克兰 变成一个交土战争的地方 更不希望美俄在这个地方交战 他们需要的是乌克兰 是一个缓冲的和平地带 他们最需要的是现在 赶快解决他们的疫情 他们的天然气价格高到不可承受 然后他们也希望许多事情和平落幕 北溪二号可以正式的变成 一个他们可以使用的天然气 但是也不可以对普丁让负太多 这又是欧盟的两难 很难想象 过气的化石燃料竟然又催动了 21世纪一场新的能源危机 但比这更让人意外的 恐怕是俄罗斯竟在一眨眼间 几乎几下中国 成为欧美尤其是欧洲 此刻最忌惮的战略隐忧 我们看看这些价格的价格 在美尽预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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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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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 石油价格曾跌到零元以下 但如今缺油 缺电 缺煤 却在各种表象和生成因素的 共版效应下 汇聚成一场完美的能源风暴 而其中欧洲大陆上 天然气又位居台风眼的正中央 其样貌就宛如一幅 美欧二进和全眸的缩影 背后原因 简单来说就是 旧能源退得太快 新能源补得太慢 以至于天然气成了唯一选项 而天然气正是俄罗斯强项 基本上我们看到 它不是为了商业的理由 因为俄罗斯国家 是准备了货源的货源 而是为了政治的理由 实际上 川普天说 这是黑货 如果你想更多货源 你必须要权货源 你必须要权货源 能源慌把全球天然气出量第一的俄罗斯 接连在俄国主办的能源周活动 以及相当于俄罗斯版达沃斯的瓦尔代论坛 畅谈台湾问题 乌克兰问题 能源供应现况 以及当今国际大小事 梅宇坚和举手投足 充分展现这位过去20年大权一把抓的莫斯科强人 自认在这一刻 与西方国家相比 他同样有资格 甚至更有资格 对国际事务支支点点 формальное членство в НАТО может не состояться а военное освоение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же идет и это реально создает угрозу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ы отдаем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а вы говорите в обвинениях России по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ю энергоресурсов в качестве оружия это полный чушь, бред политически мотивированная болтовня не имеющая под собой ничего серьезного никаких оснований вы сказали по поводу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это огромна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ядерных держав и вы также сказали о том что вот в этих условиях третье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 третье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говорить бессмысленно но существует все-таки угроза полного взаимног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口口声声 уничтожения о том, чт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в том, чт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в том, чт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в том, чт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и в том, чт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в стране в том, чт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в том, что уничтожения и уничтожения 以北约和俄罗斯之间 现在最受瞩目 风险也最高的乌克兰边界问题来说 观察家认为 早在2014年 俄国出兵兼并克里米亚之前 另一个前苏联共和国乔治亚 就已经在2008年爆发领土之争的 五日战争 透露出普丁对外扩张的野心 然而当时国际社会 对于俄军明目张胆的军事行动 却选择了息事宁人 只出面呼吁双方保持克制 让莫斯科从此摸清了西方底线 不再担心西方认真出手 干预俄国口中的假武士 打着国家复兴旗号 高唱保守价值优越与美好 利用西方阵营内部分裂 和民主国家的政治斗争 来宣扬自家一言堂统治下的 高效率与相对稳定 普丁的领导统语哲学 说穿了 与其他民粹领导人 和历史上的独裁者 没有太多的差别与心意 然而 借由前置媒体和资讯封锁 这一位俄国领导人多年来 却成功在西方舆论中 营造出一种虚幻假象 外界不是一昧取消俄国官媒 为普丁造神的荒谬闹剧 就是反过来过度吹捧普丁 自在和西方下一盘大棋的老谋生算 无形中成了另一种隐性造神 对于那些常年观察莫斯科的 东欧政坛人士和学者来说 这两种态度都是导致西方 今天对普丁几乎束手无策的 问题癥结 就如同一名爱沙尼亚前军事将领 所形容 一直以来西方国家都希望 和俄国来一段文明的双人滑兵 但碰上的却是只想打 冰上暴力拘棍球的普丁 要对付这样的普丁 与他主宰下的莫斯科 西方世界得先破除 长久以来的迷思不再闪避 正面对决才有可能 任情战况不再自乱阵脚 避免遭对手内部分化 在各个击破的命运 并非计划